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 今天我们节目同样分成两个段落 前30分钟来聊一聊 ETJ新闻云独创的纪委九市民调 最新的几个结果 包括大家非常关心的台中市 以及彰化线最新的选情 我们后半段要来聊一聊一个 云友们或许有一部分人很熟悉 可另外一部分有点陌生的 一个金融投资商品叫做期货 期货市场我们的工部门 做了很多的有关效率提升的工作 这些工作对我们国家的 整体金融产业的竞争力 到底有什么样正面的提升呢 是我们第二段要谈论的话题 一开始马上为各位介绍 第一段与谈的三位来宾 民进党副民主党徐嘉欣 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黄伟翰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王时期 大家好 讨论之前我们进一段 相关的新闻画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回到现场再次跟云友报告 什么叫做机尾九世的民调 这是Eat Today新闻云 非常独特的一个民调的抽样根的方式 OK 机尾九世民调 就是大概在我们的50岁以上的自身国民 我们用传统的室内电话调查 在50岁以下相对比较年轻的云端世代 我们就用网络的抽样调查 强调还是抽样调查 它抽样的母体是来自于Eat Today新闻云 所建立的11万7千名左右的一个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里面的人员的数目 性别居住地的划分 都跟台湾2348万的人口趋近一致 我们在里面做抽样的调查 这种方式叫做机尾九世的调查 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弥补传统的民调 说我们的室内电话年轻的世代都接不到的 这个所谓技术性的障碍 那么如果以这样子的民调 我们最近所做的有关 台中市市长选举的支持度民调 马上为各位报告 我手边这个手板所呈现的是 最近在10月30号到10月4号 所做的机会九世民调 民进党提名的现任的林嘉隆市长 他的支持度是31.8% 国民党提名的卢修院委员挑战者 他以42.6的支持度 大概有将近11个百分比的左右 领先了民进党提名的林嘉隆的现任市长 如果对照上一次在8月5号 所做的民进党提名的林嘉隆市长 大概从31.0微幅上升到31.8 成长到0.8个百分点 国民党卢修院委员从35.6成长到42.6% 大概7%的成长 OK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现任的林嘉隆市长实在满意度的 一些相关的意见表达非常满意有16% 还算满意有32.3% 加起来已经将近48% 已经接近过半的满意水平 那不太满意有23.7% 非常不满意有16% 这地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已经接近过半的满意度 可是连任的支持度 却相对的来的弱势一点 这背后原因是什么 我们请教三位来宾了 那包括我们请教台中市市民 你们认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市政问题有哪一些 第一名还是空污跟环境保的议题 高达67.0% 那交融建设从上一次的58.1%的高关心度 相当程度的跌到43.8% 它的替代率似乎被空污跟环保议题给替代了 那其他各县市都一样关注 包括经济发展 就业政策 治安维护 住宅政策等等 都有一样高度的关心度呈现了 如果从相关的所谓抽样调查 反应的细节里面 这breakdown来看的话 林嘉隆委员 民进党最擅长的年轻人支持者的20到39岁 他有39.8%的支持度 大概为服输给卢秀委员的41.8% 那么卢委员在30到39 40到49 50到59 甚至到60岁 甚至到60岁以上都有全面性的胜出了 那我想卢委员也非常艰困的守住了 40到49 50到59 了世代跟康世代 国民党两个招牌的年龄区隔层了 那在政党倾向的部分 民党大概有91.2%人都已经回来支持林嘉隆市长 那国民党是89.8%已经回来支持卢秀委员 比较特殊的是不支持任何政党的所谓政党色彩比较中心的选民的话 卢秀委员34.4%的制度高过林嘉隆市长25.6%了 以选举区的角度来看 我特别挑出两个选举区 第一个是台中市的第四选举区 包括厚里跟风源 风源是过去的台中县政府的守在地 也是旧台中县人口最多的一个地方 后风区或是风后区 也是今年花博最主要的展场的守在地 我们看到卢秀委员在这地方 你40.0%的制度赢过林嘉隆市长25.9% 花博能不能帮县内市长带来新的制度 如果从这个breakdown来看 似乎不如预期 另外一个我挑出第13选区是大理 这也是旧台中县 县的台中市 在旧县区里面一个人口非常多的一个市区 过去的新闻 卢秀委员把他今年的竞选总部 没有设在台中市政府旁边 也没有设在旧台中县政府所在地的风源 反而设在大理 我当初访问他说 他说因为按照过去林嘉隆市长 时代的环保局局长一个公开说法 说全台中市空污最严重的 不是在台中火力发展场旁边那几个龙井的地区 而是在大理区 他认为哪里空污最严重 我就把我的竞选总部设在那个地方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卢秀委员在这边得到36.1的制度 高过林嘉隆市长的30.6%的制度 副民主党怎么看这份民调 给你的意义是什么 选战春暮13天而已 同时在今天也有有台的一个民调公布 这个公布出来的成绩林嘉隆是45% 卢秀燕是34% 所以这差距倒过来 而且是拉开 这份民调跟这份民调的差距在哪里呢 那份民调是哪一个机构 这个是委托 这个是三立公布 然后他是委托民调公司所做的 百分百都是所谓的试化抽样 那跟我们本台所做的是一半的 所谓网路问卷 我们的比例大概是4.6 50岁以上4 这个50岁以下6 大概也符合台湾年龄层的分布 就是40%的这个网路民调 网路问卷加上60%的试化变化 那这个概念上来说 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学统计 我是认为说网路的这一个区块的 这个所谓问卷的这个抽样 它的这个random 就是这个所谓分配的平均度 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是进到这个系统里面的 这个一定要有账号的人 你有email的人 你才会去做这个填写问卷 那可能很多的人 还没有在这个pool里面 他就不会被抽样到 那这个概念上就是 我就说民调的有效度来说 我就会认为这个会有偏差 比较大 那我不是说他准不准 而是说我们要看一个趋势 最近以来呢 盧秀燕委员呢 我没有看到他提到什么新的证件 除了他的检电公投以外 至今为止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但林佳龙在台中 已经有这么多的人去看过花博了 每个人看完回来都是正面的 那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说 林佳龙的民调跟盧秀燕委员差距会拉大 我没有意外 但是是相反的趋势说盧秀燕增加 这个我比较好奇 而且这份民调是 如果本台做的那个民调是昨天 还前天做的 11月4号吧 对嘛 礼拜 礼拜一 如果我没有了解错 礼拜天跟礼拜一这个时间点做的 那时候空污有吗 还没有啊 所以哪来的空污问题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很多东西的时候 科学一定要依据科学的理性数据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民调我看不出来在4号之前 卢秀燕委员到底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以至于呢 他可以大幅度的赢了林佳龙 倒是林佳龙确实在花博很成功的开幕 然后也进行了非常多人的参观人士以后 这样子的一个民调的成绩有逐渐 因为这份三例的是昨天才刚做完的 所以反而是相对来说 我认为啦 他的相对基础的稳固度是比较高的 OK 我们也希望三例电视台说 有伟多的民调公司 跟我们ETT的新闻一样 把你的抽样方式 问卷设计同样公布在 大半都可以取得到的 上面以取得公信的 伟汉 怎么看这个民调跟三例所做的差很多 不要说只有台中市 包括新北市 包括特别是新北市 我也差很多 那个三例所做的民调市 苏贞昌他赢了 赢了0.2还多少 我们昨天还拿出来 苏0.2的样子 跟其他的包括美丽岛电子报 包括TVBS 包括联合报等等 甚至包括我们做的都有很大的差别 OK 你的观察呢 刚才这个副民场提到说 最近那几天也没有空污 难道除了空污以外 台中市没有其他的因素 足以改变 卢秀恩跟林佳龙两个人的竞争情势吗 你的观察 刚刚文家哥给大家看的是 我们云端最前线 东森新闻云的 鸡尾酒市的调查方法 卢秀恩是赢的 但是嘉欣姐 他的三例所委托的民调 他是林佳龙是赢的 而且赢很多 赢11% 但是我再提另外两个 就是TVBS跟联合报 前天也都公布了民调 那这两个民调 其实也是卢秀恩赢 都赢的大概有10% 那还没有空污出现 观众朋友 礼拜三出现了很重要的关键 其实我之前也在我们云端正前 跟大家报告 新北深澳台中空污高雄经济 我觉得就是这三个不同地方的主要主轴 新北现在因为深澳被賴院长给直接终结 我就不弄了 所以他那个效益会降低 所以我一直觉得 苏贞昌最后尽管输 我认为他可能小输 OK 不会输很多 因为民调说已经输到二十几% 四五十万票的差距 不可能 我觉得10到15万票左右 大概是比较合理的范围 台中的话呢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现在东风来了 对林佳龙来讲的话 他可能会是火烧连环传的草船借鉴的赤壁大战 他要非常小心 因为观众朋友这两天 我现在的家人 爸爸妈妈跟哥哥 大嫂都还住在台中 都传给我 他的确民众会怕 我先跟大家讲 我会有其他的图 不是只有台中 不是只有台中 但是其实导播还有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后面其实有大楼 但几乎已经看不见 这是台中市政路旁边 那你看到这两天从11月7号8号 今天9号 连续三天的紫报 那在台中 你看我刚刚讲不止台中 可是紫色的是最严重的 然后有红色 有这些淡黄色 你再把它放大看 中国大陆的福建沿海 都是黄色的 所以不是从那边飘过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台中 这就是台中 这个地图大家看 这是台中 你应该把全部的 整个东亚图把它呈现出来 但是他不是直接飘过来 这是确定的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 此时报在台中 然后呢 AQI值过去其实75以上 就是不适合在户外 那现在有调整 调到150 所以等下 他那个标准其实是降低的 但是11月7号的AQI值在台中 还是154 由图来看的话 刚刚所讲的 因为我等一下会讲几个区 像雾峰 像太平 大理这边全部都是子报区 台中的民众会恐惧 花博绝对是帮助林娇龙选情的一个重点 刚刚我们看到文娇哥给大家看了 分了十几个市议员参选区 我特别去 刚刚仔细看看 几个区 现在目前那个卢秀恩是输的 就是第一选区 这个是大甲 另外大乌龙他也是输 大度龙井跟这个乌日 但是大乌龙就是中国所在地 那现在出现了这个状况以后 因为民调再过几天不能公布了 那原本现在卢秀恩还输的地方 因为其他很多地方已经显示出可能赢了 他还可能拉平 因为空屋局对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那因为现在进入深秋了 我再讲一次 不是林娇龙市长盖的中火 1991年李登辉总统那时候就已经盖了 所以你要他盖瓜成真是十个 十个锅炉 不公平 但是民众不会那么理性的跟讲说 好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 因为这两天开始进行这个问题 小朋友上学 像我一样 台北也一样嘛 所以都是让他戴口罩出门 那尽量不要外面跑步 先度过这一关 那这个一定会影响选情 所以我说民调其实因为最后阶段的 一定都各自而采样 那到底谁准开出来票都知道了 上次也曾经出现过 游锡坤跟朱立伦差了20% 估计差差1%嘛 好像又是TPPS跟联合报错的嘛 对 但是同样那一份民调 高雄跟台南就是准到下来 就是完全38% 所以就是最后大家看出来 那我们最后会知道 就是我以一个台中人的身份想说 是会影响 我觉得 就说花博是振分 空屋是扣分 那不是林佳龙的错 但是呢 会影响他的选情 OK